我,铺子,穿越到了一个全新世界,叫陀罗大陆 这里遍地都是魂兽,而我则需要在这里一步步修炼 最终成为陀罗大陆的强者 怎么说也得是个分号陀罗吧 哎,发现一只61年的雷熊 我去,这场还有点高啊 我这个凡人之躯根本打不过他 行,等我先把武魂觉醒一下好吧 之后就把你的魂环给吸漏 来看看能觉醒出什么武魂 魂力53,霸王枪 怎么感觉有点拉呢 没事,我们还可以转世重生 来看看这回能觉醒出什么武魂 呃,魂力19 你在逗我吗 武魂是个凋零玫瑰 我决定要刷出直到我满意的武魂为止 我寻思MC里都有斧头了 还给我一个斧头的武魂 这是让我去砍书吗 好的,终于刷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武魂了 雷霆圣龙,就为你霸气不霸气 而且还可以飞行 先天魂力有61,也不算特别低的吧 现在我需要击杀魂兽,吸收他们的魂环 这样就可以激活魂技了 这里发现一只白色魂环的狼 只有55年 像这种杀就完了 现在魂力等级没到十级也吸收不了 又发现一只八千年的魂兽 说实话,这种千年的现在招惹不起 只能欺负一下百年魂兽 兄弟们,发现一只一万九千年的天脚马 好家伙,魔族里的魂兽伤害是真的高 现在根本打不过 还是圆满里的好对付 先让我修炼修炼好吧 OK,现在吸收了一个魂环 技能也激活了 可惜这是一个十年的魂环 来看一下这技能伤害如何 呃,伤害还可以 但是对付千年魂兽还是不大型 肯定是我第一个魂环太拉了 不行,我得再去吸收一个魂环 怎么说也得是个百年的吧 先修炼一下把魂力等级升上去 现在需要二十级才能吸收第二个魂环 教你们如何击杀两千年的树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个盾牌 再搭配雷霆圣龙的飞行和技能 这样打起来会轻松很多 马上这只500年的风魔狼魂环 要被我吸收了 生成魂技,雷霆龙吸 听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废话不多说直接吸了 现在我拥有了两个技能 这效果挺帅的 就你这21年的雷熊还想来打我 直接被我无情宰杀 目前的话升到了20级 魂技也有两个了 距离百级还有很长的时间 那么时间不早了 点赞过5000更新下一期好吧 我是库子 我们下一期再见 这里再插播一条消息 OK了兄弟们 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啊 我宣布个事 我合适了阿阳连1000分都没过 你们要有谁能过的赶紧去试试 太难了 我连阿阳的头都没看到过